花1万多买来的苹果手机 你却使用了它不到1%的功能 剩下99%的隐藏功能 手机店老板都不知道 想学吗 我们直接上教程 第一个 当我们刷朋友圈的时候 想要回到顶部 不用一个一个滑 直接点击左上角的时间 即可一键返回 第二 如何自由设置手机铃声 首先在播放器里找到喜欢的音乐 右下角三个点 选择设备铃声 剪辑自己需要的片段 要上角完成 点击互约队 传音频选择共享 点击电话铃声 再设置名称导致几个 也设置为闹钟的铃声 第三点了一首音乐 横屏播放 你就解锁了iphone的双扬声器 第四 当微信弹出聊天信息 其实不用打开微信 直接障碍信息也会进行回复 第五 控制重心理 这个小耳朵可不简单 打开背景音 就能听到各种大自然的声音 分分钟让你入眠 左边的实时收听 还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用来背诵练习口语 让你示范功倍 第六 滑动下面的小铃条 可以快速切换正在运行的app 第七 老爸老妈总是遇到手机问题 已经视频半天说不清楚 控制中心 长按录屏 开启麦克风 就能在录屏演示的同时 记住你的声音 封分钟解决难题 第八 有些私密软件 不想让人看见长按屏幕 点击这两个点 取消高选 要上解完成 即可把软件隐藏掉 最后一个 我们打开相机 长按拍照 网友滑动 这时候就可以一边录视频 一边点击拍照键 进行拍照了 学会的兄弟赶快去试试吧 真香啊